今次是典型的电池中出 它也挺严重 将电池位在金属片刮干净 然后上一些石子叠过 它有些挺惨烈的 这些小线已经去煤了 这些小线都要换 下次测试点 不要允许延伸线 直接换好 这些都换好 再换好 Bandao 可有趣 现在按钮位置都会用这个 几粒顺便说过 好像是胶 其实是通电的 在这里 看到它 其实是两个这样 底板就是这样 你看到如果是 都是这样 亮灯啊 有声音啊 嘶 嘶 笑眼 等一下再试 有些人说 腰带坏了 就这样做呢 看底板有没有事 好像这个 上次介绍过淘宝这套件 你如果做了底板 先吃一口 你先做了底板 你做了底板 不像羊 做底板 照收一些东西 这一粒 就是那个 控制电脑 这个就是这里 因为它写定 所以工厂比较小 这些比较大 一顿上 你出去找师傅做的 都可以 我做完出来的钱 都要想到 不过不过 整个晚上 有些小型工具 很简单 插一插 左插 右插 冬甩 西插 那最后呢 还要这一粒 那就是这一粒 真的不太行 那 就 换回一般的开关键 然后按住它 松手式 对 嘿 再调整 二三 转转 先 那这个是3合1个腰带 其实 杂油没有合适 這款系列 不知為何刷了 刷了3、4人 刷了 不過打算刷進去 收拾後 完成